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中国要落实巴黎协定的承诺 我们就必须大力推进能源体系的革命 尤其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那么具体做就是要在技术跟体制的创新下 迅速地建设互联网加的智慧能源的整个 中国要落实巴黎协定的协议 那么就必须要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建设 尤其要通过技术的和体制的创新 迅速地建设安全高效的能源互联网加的智慧能源的网络建设 那么这样子才能够把清洁的能源迅速地推进到城市跟乡村的千家玩户 那么到2030年确保中国政府实现在巴黎协定当中的承诺 请问广复发电经历了70年的发展 从打新规模打新商业化规模 到现在的千家玩户就是B2B到B2C 广复行业面临着什么挑战 这个挑战是非常非常大 广复发电经历了几十年 过去都是大型的商业项目 那么现在到千家万户 那么我们就是要根据商业化的项目 以最终的用户的需求作为出发点 来进行技术创新 那么这个地方的创新不仅仅是技术跟产品 还有品牌跟质量的创新 商业模式的创新 把这个项目适合到终端消费者 那么过去几年的话 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个尝试 进行了很多商业模式的改变 快速应对市场 快速应对家庭消费者的需求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才可以在全国城乡当中 迅速把这个面把它打开 提高我们的市场的竞争力 好 了解 请问一下 您会预测一下 光伏行业二十年的发展 在未来二十年的话 我认为它的全球光伏行业的市场发展 是非常广阔的 那么到20... 在未来二十年当中 我们预测整个全球的光伏的装机量将达到 一千二百计瓦 一千二百计瓦 也就是十二亿的这个十二一千瓦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市场 那么另外呢 在过去的二零一八年 光伏行业作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仍然是最大的雇主 对 到未来十年的话 全球在光伏行业当中的从业人口 将超过一千三百万 蛮大的市场 对 我最后一个问题 IPH1的博士项目为您意味着什么 以后IPH1上学为您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也感谢这个IPH1过去几年 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 跟研究的平台 那么我获得了博士学位 也实现了我人生的一个大的目标 当然从现在来说的话 对我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会继续致力于我的研究 并且努力去寻求理论的突破 那么我会致力于我所从事的行业 新的问题的解决 争取有所建树 那我期待您未来的研究 非常感谢您能访问我们 以后我希望您能经常一下到巴黎 去访问我们 好的好的 我会经常回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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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